OK,下面我们来实现一下status吧,就是状态栏 而这个状态栏实际上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做过演练 实际上只需要用一个横向填充的一个label 是不是就可以去实现 所以其实道理是比较简单 无非就是在某些地方 我们可能要给到它一些浮雕的这些效果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它应该是下对齐横向填充的label OK,我们来实现一下 比方叫status status bar等于 或者直接叫status吧 因为它不能成为一个bar了 只是个label而已 root text等于line20 这个随便啊,后面我们会去动态的来变化它 没事,给它一个bar等于一个像素 然后浮雕效果relief等于sunking 然后anchor 等于w anchor的话就是对齐方式 等于左对齐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呈现和显示 status 对啊,pack 那显示的时候呢 当然非常简单 就是首先让它下对齐 就是放置在下方 对吧 bottom 然后fill 横向填充 ok 运行一下效果 大家看是不是就实现了 我们的状态栏是不是就实现了 但这个地方有一点讨厌 就是每一次为什么我们都是要把它扩张一下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把我们的geometry给它添上 ok我们把它这个geometry给它添上啊 然后添上了之后呢 就这就相当于500乘500的这个大小 然后它的手手定位位置在哪里 所以这个格式给大家说了 注意一点 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用一个乘号啊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星号啊 用星号代替乘号是不行的 可能会出现格式错误 好吧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大家看是不是就正常的进行一个显示了 好 所以我们的状态来演实现了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就来实现中间这块内容